各位好 我们来看类体9 三图中的弹簧均为立常数相等的理想弹簧 在此三图中弹簧的伸长量分别为x1 x2 x3 那请问这三个伸长量的比应该是如何 好那其实蛮简单的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 它向右拉10克重 那所以我们的弹力呢 它会遵循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弹力去比上伸长量、形变量 压缩或伸长都叫形变 那它会在弹性限度内维持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会等于k 就叫做立常数 那现在这三段弹簧、立常数都一样 也就是这个比例是固定的 好那么 好那么 现在呢 第一个情况呢 第一个情况呢 它就是用10克重 去 当做弹力 应该说 它拉长的时候 如果是固定不动 那 拉力就会跟弹力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弹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弹力当做是10克重 好那么 所以X1就是这样子 X1是它的 第一张图的伸长量 那就是第一张图 在第二张图呢 其实也是 它也是 它也是向下 有一个重量 然后10公斤重 所以它跟第一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它的弹力 其实也是10克重 不是10公斤重 第一张图、第二张图的 弹力大小 都是10克重 那这样比下来也是 ok 因为它题目说 它们的立场数是相等 题目说三个的立场数相等 好 那比较有疑问的 应该第三题 第三题有些同学就会带入 20公克重 20公克重 去比上 x3 然后等于k 这样就错了 这样就错了 错在哪里呢 错在 其实它还是 弹力还是10克重 我们可以画一个辅助线 这样子 我画一个辅助线 那这辅助线 有什么用 其实你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一个10克重 它的 力 它的力 应该会传递到这里来 经过绳子 然后传递到上面这个地方 那想象一下哦 如果今天弹簧不动 弹簧不动 那 有向右的10克重的力 就必须要有向左的10克重的力 才可以抵消嘛 才可以让弹簧在原地不动 那 其实 第一张图也是一样的啊 第一张图 你看 弹簧向右10克重的力 拉力往右10克重的力 那弹簧如果只受这个力 只受向右的力 那它不会呆在原地哦 所以 其实这一面墙 这一面墙 它其实是有 有10克重的力 好 那再比较一下 第一张图跟我们 的 这个 第三张图 其实就是一样的啊 因为 你如果看上半段 它也是受到 向左的10克重 向右的10克重 对不对 那 跟第一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好 所以弹簧要伸长 两边都要施力 不是只能 没有只是一边哦 只是一边 弹簧只受到一边的力 它就跟着那个力跑了 它就不会拉长 你要拉长 一定要 两边都要施力哦 所以 第三张图应该改这样 那它要比较 x1 x2 x3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推理 你可以把 x1写成 10除以k x2 也是10除以k x3 x3 也是10除以k 所以答案应该是 1比1比1 好 所以 重点其实比较像是在第三张图 重点就是 弹簧 要拉长的话 弹簧两端 都要施力 好 所以 第一张图它其实 左边也有施到力 是弹 是墙壁去拉弹簧 好 那第二张图当然也是有的 第二张图 是也是墙壁有 撑住弹簧 天花板有拉住弹簧 所以 重点就是 弹簧要伸长 两边都要拉 好 谢谢